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会像需求解脱苦苦一样 需求解脱变苦 我们一定要记住 世间的快乐就是苦苦的暂时解除或减轻 是变苦 是坏苦 是 或许你会问 我今天心情还不错 精力充沛 肉体没有痛苦 心里也没有什么烦恼 有个很好的按摩室 让我趴着 按摩一下我的背部或颈椎 我会感到很舒服 很轻松 我也没有苦苦受啊 怎么会有变苦受呢 其实呢 原因是因为你的肌肉啊 已经轻微的劳损或者疲劳了 或者你背部的气脉开始有手堵塞了 年纪大了 只是我们不够敏感 按摩才有感觉 如果你是个健康的儿童 有一个很好的按摩室让你趴着 按摩一下 这个儿童的背部或者颈椎 他肯定没有任何的轻松感 反而觉得痛 健康的儿童 肯定按摩是没有 没有这种舒服轻松的感觉 这就说明 变苦是建立在苦苦的基础之上的 当然了 我们还有更深的苦苦 更深细的苦苦 这个不是用按摩缓解的料 这个缓解不了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要去打坐 慢慢的深入禅定 我们就会觉知到